我我看了毛毛的演唱会 哦 我就发现他那个演唱会没有嘉宾 对对吧 然后我就猜到了他肯定是不不太好意思问 你演唱会没嘉宾 早去想去美兵抱屁太早了 抱屁早 前年子在筹备 然后我就主动我就主动说 咱俩要不要串一下 对还挺贴心 感动呗 感动 当天晚上就哭了 哈哈哈哈 还马上哭 不一休 但是大家也不用期待 后来也是那个时间上面不太 龙龙主动说串一下毛毛演唱会 但时间上不合 在这次音乐节上有惊喜了 你不那么红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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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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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 啊 啊 秋啊 啊 啊 奖 是吗 冠冯歌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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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怎么样演唱会 还行 还行 你的怎么样 还行 就是还在台上跟 来观礼的嘉宾们进行了一些小互动 对对对 因为来观礼 因为来了很多朋友们 然后又宿源来的 对 然后尤其像是 比如说像蛋蛋姐这种 就感觉 来了你不给他Q战 很可惜 好 对 嗯 啊 刚才小辣说一下 小辣今天在开戏 现在正在录制 马上就到 所以今天六零的团魂也是在的 我们一起喊我们六零团魂好不好 一二三 六零 Forever 让我看看今天向男而行的有 王传真老师在哪里 派派吗 还有谁 孟子依 还有谁我看看 董璇你 然后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 有团魂的节目 所以我们今天要说一下 桃花木Forever 好不好 看得还很 完了我就看不太清楚 当然了 桃花木也很厉害之外呢 还有一个节目也很厉害 对不对 镜头给到张碧晨老师 余晨老师 我们天赐的声音 我们天赐的声音 对 也预告一下 这两位老师今天也是 今年会有许演的计划 大家可以记住期待一下 还有孟茴啊 我等你着睡 当妈来看我演唱会 这位 杰丹姐用上了 我看了毛毛的演唱会 我就发现他那个演唱会没有嘉宾 对 对吧 然后我就猜到了 他肯定是不太好意思问 你演唱会没嘉宾 据一下你是没 因为爆皮太早了 爆皮早 前年子在筹备 然后我就主动 我就主动说 咱俩要不要串一下 对还挺贴心 感动呢 感动 当天晚上就哭了 咱俩晚上哭 但是大家也不用期待 后来也是那个时间上面不太合 你在那会儿能听见我们喊你吗 够强 但是徐学生那些能听到 徐学生声嘴大 他咱们老大了 我喊你应该你也听见了吧 就是因为我带着耳返 对 有点赌 对 很多时候 他们说到这个耳返了 听说这个耳返 你有这个定制的那个字 对 因为那个耳返我就自己画了 因为那个我这个演唱会是 去年还是前年就是留下来的 因为那时候就想办了 然后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是什么YYDS 什么AWSL这些 那就是那个意思吗 但就是那意思 然后WSL不正好之我名的吗 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 阿 王苏龙 我是爱王苏龙 哎也行 对是爱王苏龙 是爱王苏龙 哈哈哈哈 王苏龙 王苏龙 没啥 哇 啊王苏龙YYDS 哈哈哈哈 啊王苏龙来了 也行 啊对 说那行 修盖曲做嘉宾 哈哈哈哈哈哈 对很给力的是啥呢 就是他第一天来当嘉宾 然后第二天他来看 哦 然后他第二天 其实本来是有一个杂志拍摄的 然后他把那个杂志 延起了 就是特别够意思 谢谢薛乙齐老师啊 特别 呃美丽的一位老师 哈哈哈哈 快点略行快点来吧 不行我要点外卖 我必须得把外卖给点了 哦 那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快点略行快点来吧 那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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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咸蛋黄卷边 咋的 没不要求不要求 咸蛋黄卷边是搭配什么呢 牛肉啊还是 现在只要求你快点 牛肉就行 薛乙齐你是不是把那花篮那事 哦花篮对哥哥 那花篮啊 哎 都是酒郎一个人出的钱 咱闹个人啊 不是 你讲吧 我还一块都订了是吧 他说我要订花篮了 我订花篮我问刘月琴 然后刘月琴说 行你给我送一个吧 我给你门管了 我给你写一个 然后一会呢他拉了一群 都从你这输的 然后他 然后辣姐 屈之胜啊 统计完了呢 那个雪晴说 你给王哥也带是吧 内蒙春军 我说行 后来整个桃花屋 他老给我张我 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行行行 然后你看我一进那个 书彧室的门 他在那边吃零食 我就过去了 我说 哎 我说王哥 客气了 要给我转 要给我转 要给我转花篮钱 他说什么 他说 行你别暗示我了 我不会给你的 不是 我来告诉王哥 我说王哥 不用 他们还问我 说那个哒哒哒哒哒是什么 那能行吗 可以啊 那能说吗 能啊 能再现吗 能啊 哈哈哈 是啥呀 因为我就是在那个 豪华物这一季走的 就是油腻路线 也不是走油 你就哥哥私下 老有一个经典的 一个表现 你学一个 你学哥那个 哈哈哈哈 对 对我这个路线是真实的 因为有时候就是 油腻是一个 就是脱敏的过程 就连最油腻的事都做了 你就没什么 也不能做了 比如说挨夸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难回 对 比如说哎你好帅 哎好选你的事 你也是 你就会哎谢谢 就感觉就是 有感觉有点假 有点拘谨 我就直接说是吗 我就这样 就是 就用最油腻的方式 长辈会这样 单紧吧 热心一开始不是说哥哥 哒哒哒哒哒 不是这个 热心说的是 哥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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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给你送一个 对 我下次你啥时候 那十年 8月20号 我不知道这会儿还顺别宣传了 现在宣传了 就是现在定着 8月20号 我跟我搭档十周年的专场 8月20号 8月20号十周年专场 对 我们能去看你吗 能啊 我太欢迎你们来了 你给送个花篮 我高级给你送一个 我给你送一排 我把我们那个 我把六零那几个花篮 全给你送过去 就为这花篮 那么 那么说龙哥呀 就是朋友变天下 去一个综艺 龙哥是朋友变天下 就会交到很多新朋友 是这样吗 龙哥 是这样吗 你是每到一个综艺 就跟人家的常业朋友 会认识一些人 但是其实真正能留下 真正常业朋友的不多 就在这个桌 那什么样会算 就是最核心的 就是有几个拳子 对 像是对歌手有一圈 然后像是 纯K有一圈 纯K有一圈 对 什么样的事情 标志着他进入核心圈的呢 就是会平时四点月吃饭 就是到家里吃饭 还是说在外边吃 李永远应该到家里 但其实咱们这 其实能在外头 月顿饭也挺厉害的 他进他这核心圈没几天啊 刚进吗 前两天进 他不来 气死我了 他进了 前两天李雪龙 李雪龙在北京吃饭 然后我朋友就偶遇他了 我那朋友也很勇 他就说 你好我是王子龙朋友 就去了 我说赶紧加微信吧 大家要赶紧把微信夹上 对 这就很厉害了 就只凭朋友 就能把微信夹上 但这个孙琳 他的认知里 以及我们俩的认知里 咱俩关于得非常非常好 那是啊 他才能走过来上来说 你好我是谁的朋友 对 我这朋友就说 那在北京我会一起吃饭 然后他还跟人家说呢 说是是是 龙哥约我从来没去过 毛龙龙从来没约成过我 我俩认识三年了 是前几天第一回 我俩是终于能在家里一起吃饭了 他一约吃饭的那个时间 就点着我出差 他也很少在我家吃饭 因为他就没有不出差的时候 你一问他就败地 过去他每次吃饭去 他还都吃完饭去 你看 对 气死了 人家酒郎弄的好的肉 都是东来顺的 他不是很好约 因为他确实太忙了 他影视歌三期 好用吗 你这个有点是无理红 你这个挺好用的 他疯了 你这个是疯了 反正这李雪龙是挺难约 不好约 红了之后更难约 确实 这还有几个心里播 那播完你 算完了 赶紧碰上了 我劝你们现在就开始排 珍惜上《猫九旺》的时间 赶紧我把披子还没点上呢 你也很难约 对 我是不爱出门来我家可以 那你会跟朋友生气吗 我感觉你不是那种 我很少跟朋友生气 或者是也没有那种什么 你会默默生气吗 这么走心环节 别跟我走心环节 我撑不住 那你会拉黑别人吗 就在微信我 我有过这种就我对他真的很好 然后结果背刺我 然后我就 好像直到现在我微信我都留着 我也不会去做干嘛 因为我觉得我还等他 是不是可能也等不来 就是说 就是因为我觉得拉黑是很幼稚的事 你在心里就拉黑 我也觉得 以前搞对象的时候 有时候就生气 默默地拉黑 默默地拉回来 他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拉黑是他不能给你发消息的 对 但你可以随时把它拉回来 显示拒收就是拉黑的 最最最觉得就是先拉黑再删除 他就加不了 就是好像是对方都加不了你了 是吗 好像是啊 我不太 你得多烦这个人 哈哈哈 我就想说生气 我们现在都说什么 默生气 对或者是要高情商的化解这一些 但我觉得情绪他我生气 宣泄一下我生气 对啊 这个是我的一个边界 你这样做我生气了 你就要知道 你要这样 不能这么和我相处 而不是说我所有的情绪都要自己消化了 还得用一个艺术的幽默的方式 为了让别人舒服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要允许自己有情绪 对 关键是最终还是得自己消化 对 但我感觉现在人有这个障碍 你就感觉说出了有点酸性 对方病 你说酸性什么意思 就是矫情吗 有点有点 你就说呢 三分两次 哎呀小问题 对 这个事情吧 哎呀难说 对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最难受的东西 并不是说俩有什么矛盾 最难受的东西就是 这个事吧 办得让你觉得我要说了呢 自个有点矫情 我想想哪一个啊 比如说哥哥 嗯 您这个今天 在一个公司里入职 这第一天啊 嗯 俩寒暄完了以后 这老板也回头说 哎 哎 不错 你看你 入职第一天 我这棵发财树就死了 你怎么说 这是早茶吗 有点是这样 他现在网上特别喜欢这个 第二天你就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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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还有一次吗 哎哎老板你别着急 你也早晚的事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六个杯子五杯水 什么 这哪两个六杯五杯水 这都变喝了 哈哈哈哈 可死吗 哈哈 为什么要这样难为年轻人 这是上位者 对下位者的一种神吗 哈哈我还真是刷到过好多 什么菜颜多了 哎呀没有就这几个都是特色菜 什么玩烂糟的 要吃不吃 严谨那玩意 地铁上你给老奶奶让座 她说这小孩长得不达好看 心地还挺善良的 你会怎么办 我老听这种话 你说不会说话可以不说 你还做不过 你还做不过 你又起来 我心地也不达善良 给老丈人送茶叶 怎么巧妙地让他知道 这个茶很贵 说这个茶侯盼你的死缓 你真是过无关斩六将了 我觉得不要教这些年轻人这些东西了 对 夏天必须得整点快乐的 咱们今天做一个解馋又健康的特饮吧 正好咱们有新上市的 同一无糖茉莉绿茶 精选摩顶山绿茶和广西恒州茉莉花薰制 零糖还无负担 咱们就做一个 好总的 用桃柚子茶 用桃子西柚 加上统一无糖茉莉绿茶作为茶底 自然的茶味带有清新的茉莉花色 这就是夏天的快乐 清爽不腻 茶香和果味搭配得刚刚好 真不错 看我的电视吧 咱要看电视的话 咱是不是也有点别的活动 你那活动 有点养生累的 我带的那个 之前我们都泡脚看电视 差不多 你们毛球王也很疯 这有酷的剧 啥都可以不 这是人家挖鸡自己的剧 这么回事 对 我说怎么没啥呢 就站一样 我们上期还看重地吧 你们节目啥也不可以 无所畏惧了 这个节目一定 哎呦 带啥了这是 姜 有机生姜 这咋讲的 这就是一会儿我去切一下 他们说这个 没有味 他不是进着服物贴了吗 就是把这姜贴在这个脚心底下 拿着那个膜一缠 还是治冬病 谁说是 冬病下治 对 一般到三服物贴都去爱揪去 是吧 对 我也爱揪 揪一下的 开始了 太荒谬了 这个场景 哎呀 泡吧 来 这树贴横贴呀 这样的啊 打的都行吧 哎呦 这儿记儿挺逗 哎呦 哎呦 贴上来 好了 咱别撕了 就馋完了再那什么吧 是吧 不好弄 我给你馋 不吃了 不吃了 还吃了 还吃不了 嗯 嗯 对 等会儿 对 你弄好了 对 我就筋着这硬 对 还挺好的 不想馋一下 嗯 你那指定有效果 馋那就是老颜色了 不耽误走道 哈哈哈哈 走两步呗 太能下地步 我感觉你走两步行 带我工作吗 今天馋 明天上班 行 你馋一下 我来 哎呦 我就是说紧一下 对 哎呦 哎呦 这专业护士的手法就是不一样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为什么 哈哈哈哈 没看出来 物理专业就是不一样啊 不 你它是个中医护士 哈哈哈哈 我们当时真的人泡脚 就是那个它有中西级结合的一样 是 是泡脚是好 来吧 来 这样包着 这样包着 咱们拍着电视 开始吧 治疗的 看我电视 这是最近给那个赵露丝的剧写了一个歌 哥哥写的啊 嗯 哥哥你写这种得写多少时间呢 一般 这快 也得聊小时吧 一个礼拜吧 这么快啊 放 快放吧 你是没弄好吗 弄好了 哎呀 还带我片头 你看出品人龙丹尼 嗯 陈珠远 嗯 你好兄弟 好兄弟 看到这些我们公司的人名 是啊 歌写这种歌绝了 这就是你写的啊 太甜了 对 哎呀 马国签还有 演号了 嗯 老那刷了才在cut 马国签本来学的表演 嗯 在哪儿 在USA学表演的 对 对 对 大不了我就累一点 天天过来接你下班 真的 你等着看吧 嗯 嗯 嘿嘿 一个男人手牵手的 是你对吧 他刚发现他俩好了 这就是对 他是妈妈接着他哥 然后发现他 这他好发小吗 对 他他这俩男孩是兄弟 妈要动手了吧 为啥呀 咋还能至于到打的地步呢 需要一些设定啊 在小说的世界 是真的 你看他多打 他打他了 是吗 我想说点话呢 我不知道说啥 他说打多打 其实你把他哥换成他爸呢 就是 他爸就不会打了 他会把女打这样啊 那他哥为啥那么不同意啊 这当哥的确实可能会有点不乐意 为啥呀 因为你是我兄弟 然后你 这样 和和和你妹妹在一起 对对 那你不会高兴吗 我感觉我 要是我 因为哥哥就会觉得 能配得上我妹妹 你是个啥人呢 就凭你 因为兄弟太了解了 他并不是配不上 他觉得不放心 跟谁都不放心 对 就好像比如说你现在突然给我领个男的 我就说这男的不行 是吗 你不会得乐死了 跳个大鼓的 哥得挑一挑 也不能啥人都行 你觉得谁能配上我哥哥 嗯 嗯 你有哪个哥们 哈哈哈哈 你觉得你哪个哥们能配上我哥哥 那鱼没有 那我上哪找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上哪找去啊哥哥 找些个泰鱼的 哈哈 往东南亚看一看 哈哈哈哈 那你写之前你看过整个 我了解这个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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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也没能把这个甜歌写的 这么甜 因为我也爱看 那个心中心画我都看 你是爱看这个 你好刻CP 我发现哥哥有 他特别爱刻 我那天去红罗四途中 我就一路就要听一些个 甜的歌 甜的歌 有点甜 有点甜 你放一道 你为什么要去红罗四 去 绿油 放松一下 周末 哈哈哈哈 摊滚 这明景点 咱一直看着看着别的呢 剩下你自己自由挑选 哥哥 我还能播台呀 能播台 看桃花雾呗 那咱们就 救命 你们是不是老看桃花雾啊 没看没看 看现在看 不行那个海边那个 那我不想看 哦来 哥哥 哥哥 有没有卡他 看点别的吧 哥哥 行不哥哥 别喊话 哎呦 其实我也不太行 因为这期我也 别看了 求你了哥哥 哥哥 王苏龙 哈哈哈哈 干点别的 哈哈 烦我吧 没事不看不开声 行不行 观看画面 有字幕 观看画面 没事 咱就咱就看完哪段 咱就不看了 行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先给他拿进来吧 你们在这看 行啊 啥玩我留我自己看 那我可不看了 那对那没人敢留下 你都在这看了 不行 你玩都在这看啥 我可不看了 我这都得看桃花屋呢 哎 看新东新号播吗 没播呢 没播呢 对啊 咱看那个桃花屋 101吧 行 嗯 这么老大 在外面呢吗 这鞋不是吧 抬不起来 得上脱衣衣服吧 这么老大呢 把脱鞋先穿上去 那边没把手是吧 啥都没有 这边有那个呢 你们干啥呢 在那 在那开会 我们到头好屋就天天开会 哥哥 这辣姐屋 我跟辣姐 对 这个是开会的 六五零要不行了 六五零完了 这是不是她的腿不感觉像 应该是 咱就不上劲了 这点干啥呢 你干啥呢 什么招眼呢 要把这起开呢 咱再重新对一下 能行吗 别吃这饭塌了 没有眼是啥 硬给她抠出一个眼 妈呀 算了 你把那边